哈囉,大家好,我是Fersey Sajang 今天呢,是Sajang先生日語的新系列 深入解析單字的單元囉 那其實有很多可能N5或者是簡單的單字 可是它還有大家不知道的很多其他的用法 道地日文的用法 很生活化的日文 在這邊留分享給大家 希望大家一個單字可以學得深 然後可以靈活運用 那如同標題今天要介紹的就是 日文的熱 很熱 不過大家知道嗎 日文的熱 有四個 對,四個 對,那我剛剛說的很熱的日文 就是消暑的暑 就是天氣上的熱的意思 那第二個熱呢 是這個厚的意思 很厚 對,舒很厚 那第三個熱呢 是濕度的熱 這個是中文的燙的意思 湯很燙 好像繞口裡 嗯 然後第四個 這個可能比較有人不曉得 是 例如 這個熱 是指這種 真誠的意思 所以 會是很虔誠的那種意思 那在這邊剛剛介紹的第三個 還有一個非常生活化的用法 用法 熱呢,不只是溫度的燙而已 它還有 熱門的意思喔 那現在說到日本很熱門的東西就是 現在日本的珍珠奶茶很紅很流行 那這除了溫度的燙之外 也有很熱門很紅的的意思 那現在呢 日本的珍珠奶茶紅到什麼地步 就是 我開的五十蘭 五十蘭居然在日本表餐到開幕了 而且呢 它整個脫胎換骨還改名字 變得非常的高級化耶 然後賣得非常貴這樣子 就是一個漂亮漂亮的店 在日本表餐到這麼高級的地方 居然開了五十蘭 所以日本真的 珍珠奶茶很紅 而且 高中生的流行語 食物欄味 第一名就是珍珠奶茶 這個是很厲害的一件事情耶 真的 已經上流行語榜了這樣子 那關於五十蘭 我還有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就是其實日本 最近這個五十蘭開在表餐到 爆得很大 但是但是 日本第一家 五十蘭並不是在表餐到喔 其實是沖繩 為什麼我會知道呢 是因為多年前 我剛開始經營臉書粉絲團的時候 就有一個日本人來密我 我想說那是誰啊 結果他跟我說他是 五十蘭的店長在沖繩 他說他是第一個 把台灣的五十蘭蛋去日本的人 然後他說因為我姓五十蘭 他就來跟我報告 真的很可愛 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去親自光顧看看 因為我姓五十蘭 居然連老闆都來跟我報告 好 那所以這個日文的阿字有這些 大家有學起來了嗎 那今天我們的分享就到這邊 那如果覺得有學到東西的話 麻煩幫我按讚留言分享喔 那我們還有其他的內餅影片在這邊 那每天也會用Facebook 和Instagram用中日文分享資訊 那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